哎呀,终于开始卸了,这个半挂车师傅等的都着急了,知道吗?现在是六点半了,马上七点,七点就出不去了 大货车进市区的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不是说你想走就能走的,头七点如果走不了的话,他就只能等到今天晚上再走了 我说你别着急,我谢你这车货,用不了十几分钟我就给你掉下来了,你信不信? 他起初还是不信,你知道吗?但是呢,为了让他出去,我也着急,我也得出去,对吧?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一车端进给他掉下来 一开始掉了一个一捆的,这次掉过两捆的,然后剩下的三捆,两次把它掉完 但这一车本身拉的就不多 剩下的就是两钩,把它拿下 然后再叼一个三捆的,它这个三捆啊,正好中间铺了一根钢丝绳 大家看到没有? 所以说,把钢丝绳一叼,然后两边一打绳,就可以掉下去了 你如果不叼多一点的话,这个时间段它肯定是走不了,知道吗? 现在就是争分多秒 我们如果在七点之前叼不完的话 我们这两个车啊,包括叼车,包括这个半挂车 只能等到 晚上再走了 这耽误多少?这一天的时间,只能在这儿了 是吧?太耽误事了,关系事 赶紧多叼一点 这一钩是九吨 九吨只多不少啊,真是大捆的 叼的时候,天抬大壁,它到安全的位置,然后再往下落 到什么位置,直接往下落就行 主要是啊,我们两个运气都挺好 今天这个位置还挺好 特别近,就在车的旁边卸 如果是 地方不好的话,你别说十几分钟啊 后面加个零也卸不完 然后再叼个三捆的 先叼两捆起来 然后穿上绳,穿上绳以后,然后再叼一捆 再把绳打过去就行 大家看一下 叼的多了 这个叼锯,钢丝绳是啥的 一定要粗 而且不能用磨损 这样才安全 我们叼的这么多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钢丝绳粗 才能叼的多,你看再叼一块起来 把它叼起来,然后把钢丝绳再穿过去 这样一钢下来就节省了很多时间了 对吧 我们搭这个干的多了,所以说比较熟练 包括上面干活的 我们都配合的非常默契 像那个 刚开始雕钢筋的那些和雕多的 那就慢慢一点 慢一点 不要偷快 我们这个是无所谓 掉起来 直接往下落 只要往下落就行 超重肯定是超重 但是没办法 只能这样 我们得赶紧往外走 不然这个挂车出不去了 我也就出不去了 赶紧收车 我们走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的请关注 点赞 评论 拜拜